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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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文杰被感动 决定要四眼了 要让妈妈抱上孙子 今天又发生了些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 娜娜 小猪猪 媳妇 你看我这水费 电费 还有那有线电视费 我全补齐了 再说了我把头盔都退了 我还老老实实把家里的财神大全 又都交回到你手上了 你就别生气了 你就别生气了嘛 你 你是都交了 那你妈呢 什么 摆什么白子镇好端端的 是不是想孙子想疯了 我怀疑她每天晚上 都在咱们俩卧室门口偷听 你瞎说什么呢 再者说了 你不是一直都按时吃那个避孕药的吗 对不对 你只要按时吃肯定没问题 再者说了 你把那避孕药藏哪儿 干嘛 你想当你老妈的间谍是不是 那哪能 对不对 媳妇 我肯定永远跟你站在一条战线上 我这就是为了保险起见 万一又被我妈发现了 她再给你扔了怎么办 那不可能 这次我藏的可好了 藏哪儿 我就藏在卧室床底下 你装书那个箱子里面 你的东西它肯定不会动的 哎呦 你看这个长期斗争下来 这媳妇的经验是越来越丰富了 那当然了 不过媳妇 我看你这也忙活半天了 里头又是花椒又是大料 还有这胡椒粉还有辣椒 你这办什么呢 中药这是 哎呦 我在做菜呢 别以为我只会煮那个鸡蛋加方便面 我跟你说 我也是很有做贤妻一两五的前置的 做菜 嗯 你这一盆草 这做的什么菜呀 这个 这叫什么 什么什么叫草啊 我跟你说啊 这个是地道的烟熏三文鱼 凯撒沙腊 可好吃了 我跟你说 很烟熏呢 喜欢不 我 喜欢 喜欢那你赶紧坐着 坐着 我 快吃快吃 快吃 快尝尝 可好吃了 三文鱼沙腊 等我 儿子 哎哎 哎 妈 你回来了 哎 儿子 你饿了吧 哦 有点 妈给你做了绝爱吃的冰糖派提 炖了两个小时了 哎呦 弄得不得了 入口气话 我我回来过来没发现的 来 这一锅 香吗 香 快吃 妈 我已经给文杰准备了晚饭了 在哪呢 这 这 就在这 要死了 这个草哪能吃 这就不是草 这是烟熏三分鱼凯撒沙腊 我好不容易学会的 可好吃 沙腊 是啊 这都全是素的 这吃不饱 文杰离不了婚的 文杰好久没吃 来 吃吃吃 妈 虽然文杰是属猪的 但是你也不能把它当一头猪呗 这大晚上的 睡前吃这么油腻 它会抱血管的 哎呀 什么呀 文杰吃惯了 从小到大这么养大的 没问题 吃吃吃 快快 你看 文杰 你要吃什么呀 我 这个 我突然觉得吧 我还不是太饿 中午的时候学校发盒饭 我吃了两份 可能还没消化呢 是吧 哎 啊 儿子啊 你想吃就吃 不要 不好意思 哎 就是啊 你要是想吃蹄膀 我也不勉强 哎 哎 媳妇 我没有太勉强 你想吃可以不吃 哎 哎 可以吃的啊 我也不希望你不开心啊 不 你真的不介意啊 你真的不介意啊 不介意 那那 那我就不客气了 哈哈哈哈 哎呦 哎呦 哎 儿子 都吃点啊 哎 好嘞 你妈 快点吃 哎 别着急 哎 媳妇 你这个好吃的饱吧 哎 这么大碗没问题 那个 小杰啊 好久没吃冰糖趴提了 你呢 就别吃了 让他吃个饱啊 我 没事 反正我减肥 亲爱的 书好看吗 还行吧 哦 那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呀 没有 那既然都没什么好玩的 那我们来玩灰太狼捉美洋洋的游戏吧 美洋洋 灰太狼来了 我快了快了 睡觉 哎呦 怎么了小猪猪 我是不是什么事又惹你生气了 我做的菜有那么难吃吗 其实也不是太难吃 嗯 我的意思是说 你多少还有点改进的空间 反正 你就是嫌我做饭难吃 哎呦 不是你说的吗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我知道 可是我 哎呀呀 算了算了睡觉 哦 既然我做饭那么难吃 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你不爱吃我做的饭 我哪有说我不想吃啊 可是你最后还是选择你妈做的那个冰糖趴提 哎呦 那不是因为我妈她不像你 心胸那么开阔 我得给她个面子呀 对不对啊 这倒是 哎呀 现在可以睡觉了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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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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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 那冰糖什么时候放 我用白糖行吗 不 要用冰糖 二大 你平时不是说什么郡子远袍厨吗 像你这样的郡子老到厨房来干嘛撑死 不是 妈 昨天我不是吃了你做冰糖蹄盘 没吃娜娜做的沙拉 她不高兴了 这有什么不高兴的 老妈 做给你吃天津第一的 这是 我认识的 因为你做的好吃 所以娜娜娜就说想跟你学 她还说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首先要抓住男人的胃 所以您要不教教她 我跟你讲是这样子 你就讲到原话告诉她 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是要为她生个碗 至于这种伺候人的活 你妈来赶就醒了 不对 妈 你想 她要是学不会冰糖蹄盘 那就意味着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 你的儿子就只有沙拉吃 你不心疼 妈妈 我的儿 我这边刚才都起来咯 都三十大岁地儿咯 还妈妈呢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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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继续 同意了 我叫她 我亲娘最好 那我叫她去了 我叫她 我叫她 我一定会考虑的救她 妈妈 吴 难得你有这份心想学做饭 你放心 你妈我一定情郎的销售 绝不隐瞒 嗯 谢谢妈 哼 等我做出一道好吃的冰糖蹄盘 看文杰还是我手艺差 哼 妈 咱们快点去厨房 坐起来 不能激 想做好冰糖蹄膀 首先要做好准备工作 比方说 这是一个深蹄膀 你要把它洗得干干净净 看到了吗 这不白白嫩嫩挺干净的吗 No 咦 怎么 好恶心 好多毛 就是啊 腻于平常 这些毛自己飞掉的 我告诉你 你得这样 用你的手指甲 把这些毛 一根 一根的 掉掉 一根一根的 滴下来 不行啊 不行的话 我看这个儿子的胃 还是交给我吧 你还是忙着生孩子去 不不不 我行的 我行的 终于滴下来了 我这质量都滴掉了 真的 妈 您看这行了吗 还凑合吧 那妈 您赶紧告诉我 该怎么烧啊 这个 拿本子干嘛 我拿本子 给它一一的记下来 否则我做一次 会忘掉的 刚拿本子记录 是没用的 烧冰糖提炮 一定要用双手 亲自的一一操作 才能把所有的记在心中 知道吗 嗯 够 娜娜 刚才教你的都记住了 嗯 放心吧 都记住了 好 这个提炮 焯过水以后 嗯 先往锅里下油 好 放油 好 下锅 好 你跑什么呀 赶紧翻呐 要不然一会儿都活了 这这这 再把老厨见了他 快点铲 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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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铲呐 你还要不要老公的胃了啊 我要啊 你要快快快快 嗯 嗯 你还要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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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呢 你家的是冰糖吗 是 是吧 不是啊 那边是冰糖 快去拿 再加这 敲敲碎 妈呀 加酱油 酱油 那是脱油 好 酱油 再加多少 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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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把盖子盖起来 铲子拿出来 好 你家醒了吧 要打仗一样 哎 不再是没那个片子 好了 可以睁开眼睛了 哦 这是你做的啊 是啊 怎么样 哎呀 你别说 这个 看上去还是挺好的啊 那当然了 这个是你妈在旁边欣欣指导我一手一脚做出来的 哎 哎 我妈呢 哦 哦 哦 那个你妈说她中午吃的有点饱 没消化 出去溜溜弯 让我们自己吃先 哎呦 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呢 哎呦 行了 你别废话了 快来尝尝我的手蚁了 啊 嗯 嗯 嗯 好吃吧 嗯 我去倒杯水啊 嗯 哎 对了文杰 哎 啊 啊 你 我 哎呀 哎呀 难道是这个蹄膀出水的时间不够 哎呦 哎呦 我说 亲爱的 哎呀 你这都琢磨一晚上了 真不是个什么大事不就是个蹄膀吗 哎 哎 你说实话 我做的到底有多难吃 哎 比你妈做的差多少 不是 她也不是难吃 就是这个口味呢 很特别呀 哦 特别的你都吐了 哎 可能是一时没习惯 我估计我我吐啊吐啊的慢慢也就习惯了 那你这意思还是我做的难吃啊 那可是没有理由啊 我完全是按照你妈教我那个步骤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做的 莫非 难道 或许 打住啊打住啊 我知道你脑袋里都琢磨什么 不可能 我妈绝对干不出那样的事 你是说她不可能故意破坏我做的菜 当然了 你想想啊 那是我妈而且是做给她儿子吃 我不信 哎 你干嘛去 我要去验证一下 哎呦 你还真去啊你 哎呦 我说那的 轻点 你这肯定是想多了 我妈怎么可能是这种人呢 她不可能在这调料里头做手脚的 我想想那天做的时候我用了冰糖 嗯 甜的 废话 那冰糖还不是甜的呀 真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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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 呸 哎呦 好咸 我说你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我妈真不可能做手脚 她不是那样的人啊 对不对 芝麻香油 芝麻油 我 难怪我做出来的口味那么奇怪呢 我的天哪 芝麻油 那既然让娜娜给我用芝麻油 我这是你亲生的吗 芝 芝麻油 芝麻油 刚才是谁说的 我妈不可能是这种人 那我妈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 我不管 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个交代 你就别想上床 我 我又不能上床 我这真的已经快不认识我家的床了 好 要我说呀 你这膏够笋的 什么叫笋 这叫让她有自知之明 没有那个天分做菜 就专心生个孙子出来 那你就不怕让人给你识破 你家文姐以后不好做人呢 怎么可能她没有那个智商呢 谁说没有啊 还有 妈 原来你真是故意的 你真把我害苦了 咋了 穿盘了 肯定 奇怪了 不是说胸大骨脑吧 妈 你说你这回 这又是为什么 为什么 你一妈打磨了几十年 才上了一招叫做病糖party 这没几天我就把它叫给探了 你说以后我在家里面 还有什么地位 还有立足 这地吗 我说妈妈呀 你说这做啥不是吃啊 但你这样弄不是没事找事吗 我是没事找事 我就是太险了 你们赶紧生个孙子出来 我们就不找麻烦 哎呦 你自己就就就就就 再来再去又又接这一茬了呢 这不 哎 老头子啊 你说你怎么走的这么早啊 你走的这么早 你看看 我都要端子绝顺啊 别哭了 别哭了 行了 行了 你跟你吃菜行了 文杰 也不是我说的 是吧 你妈也是为你俩好 你俩早点有结果 是吧 你俩有了结果 我俩才能有结果 我说高叔叔你心真宽 我妈今天还把我爸的照片揣身上 你还帮上她说话 那个老头子 我给你们说 主要问题 主要问题不在我这儿 娜娜到现在为止 她还天天吃着冰冰药呢 我咋整啊 上次我不是把她就认得了吗 怎么到现在还在吃 我去找她去 不 你先去 你拉倒 你过来 你不能找她 你找她你俩就是丑相 是吧 这事得你去 我 不 我告诉我 我哪有那本事 能劝得娜娜不吃冰冰药 拿掉我去 你 没说让你让她不吃药 但是你可以给她换一种药 譬如说维生素片啥的 高叔 高 实在是高 妈妈吃菜 吃菜 没事 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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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 小猪猪 老婆大人 我发工资了 看来是真睡着了 让我想想 床底下放树的盒子 还真是这个 小猪猪 你这也不能怪我 毕竟咱们最终还是要孩子 所以这晚要还是不如早要 将来生了孩子 这要生个儿子 像我 要是生个闺女 也像我 好的 广告之后 欢迎各位回到江苏综艺频道 生活喜剧秀 全家脱口相 之前很多观众都发来了一个提问 就是说 秦大妈为什么总是穿一身衣服 永远不变造型 秦大妈的造型如果要变的话 你觉得你自己觉得你应该怎么变呢 我觉得啊如果把我这个造型变掉的话 那秦大妈就没有那个秦大妈的味道了 就是应该这样子 就像它就是一个标志 它就是个造材 你看到哪家商家把商标把它换掉的 logo把它换掉的 我就是开心的 要给秦大妈要换到造型的话 我建议啊 马上天要冷了 穿的裤子好不好 我真的在夜幕庭人类不讲的 可能是吧 可能是吧 穿裤子肯定不大可能 你也不是个穿裤子 你适合就是在里头加一个羊毛的 纯羊毛的 行的行的行的 打底裤不行吗 我就后面贴个暖宝 里面穿个打底裤来 行啊 其实我觉得造型不换也好 对 经典嘛 我六七节目都没换过西装了 就因为别的裤子 你体型不合适 穿不上 别的都扣 别的扣不上 扣不上 对 只有你能扣不上 扣不上啊 没事 就大家都是我觉得我是绅士嘛 对 好 聊了这么多了 接下来 依然是洋运的脱口秀 来 看一看 今天洋运又会说哪些话题 来 请看 哎呀 鱼啊 鱼啊 你什么时候才能上钩啊 鱼啊 鱼啊 你快上 我看是上不了课了 各位好 我是杨颖啊 刚刚我在钓鱼 怎么钓的钓不上来 后来发现 鱼线没装 人家江泰公是不安鱼钩 我老杨钓鱼 我连鱼线都不装 怎么样 很有品味吧 哎 观众会问了说 今天你什么情况 这什么打扮啊 穿西装还戴草帽 哎 我告诉你啊 今天我们来到了 就是让人心旷神怡的农村 你看这香煎铁野 你看这青山碧水 多好啊 不仅让我诗性大发 我想作诗一首 鹅鹅鹅 趋向向天歌 白袍浮绿水 青菜和萝卜 那边有好多啊 我今天就是要带各位 整天生活在 钢筋水泥大城市里的朋友们 好好地来感受一番 农家的乐趣 说到农村啊 只要你到农村来会看到很多 在城市里头看不到的东西 比如说猪圈 你在城里能看到吧 看不到 农村到处都是 刚刚我们看到那边好多大黑猪的猪圈里面啊 可安逸了啊 说到这个猪圈 我突然想到中国有一句老话 叫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嘛 但是对于现在很多城市里的孩子来说 那这个话真的就是 只吃过猪肉 没见过猪跑啊 想到我小的时候 那时候也没见过这个活的大猪是长什么样子 我第一次到农村去 看到农村的猪圈里大黑猪啊 哎呀我兴奋得不得了啊 我说呀我乖乖 平时我吃的就是他 哎呀怎么长得那个样子啊 跟西游记里面的一个不像嘛 我特别兴奋 然后我看这猪特别的结实 特别壮实 于是我就蒙上了一个念头 我说这个猪 是不是能起啊 跟马羊的能起啊 然后我就一开始就这个 蹲那个猪啊 我先拿个小猪杆子 我倒到那个猪 说哎猪 倒到一下 我那猪 你这慢缓呢 再倒一下 猪 哎呀慢缓呢 给我打豆腐呢 我差不多了 我可以起了 于是乎我就啊 我就一脚我就上去了 骑到这个猪的身上 哎呦 特别舒服 骑到猪身上啊 没有缰绳 怎么办呢 我抓俩猪耳朵 然后我就开始骑 我就开始逛 你看成立小朋友 骑什么什么旋转木马 骑什么那个摇摇乐 都是弱爆了 你骑过猪吗 但是我特别得死 我就嘖嘖嘖 但是走得太慢了 你知道吗 猪速度不快 它不像马一样 有这种风尘电车的感觉 我就助力快跑啊 驾 他就是不跑 我助力快跑啊 驾 他就是不跑 直到什么 直到我骑他 到了邻居家的猪圈的时候呢 这群猪突然很欣赋地向前恐奔 跟着往前奔 然后一个刹车啪一下 就把我摔到地上去了 我当时说这个猪发什么死灵命啊 为什么就突然很兴奋呢 后来我太多一看 哦 他是个共族 邻居家养里那头是个母族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自从有了那次骑猪的经历之后 我就特别特别的喜欢农村 然后我就经常到我老家 那个亲戚家去串门去做客啊 我看到农村啊 有好多好多跟城里人孩子玩的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在城里就玩什么游戏机啊 是不是啊 什么掌中宝啊 那农村孩子玩什么 人都玩活的 抓蜈蚣你抓过吗 农村孩子就喜欢抓蜈蚣 我记得那个时候啊 跟我那小表哥 在农村抓那蜈蚣 你要抓一条蜈蚣的话 还可以卖钱呢 一条蜈蚣能卖一毛钱 大的话可以卖一块钱 有一天 然后我们就去抓蜈蚣 然后就看见 看见那个地里啊 有一条 这 没有 这是这么长一条蜈蚣啊 浑身乌黑乌黑的 那头是通红通红的 一看 这个要抓到卖到药店 最少能卖两块 于是乎我们所有的孩子 都冲过去要抓那条蜈蚣 谁知道 我们邻居家有 有有有有 有魂小子 他一把抓的那个蜈蚣 往腰带里面一撕 然后看见就跑 我们跟他后面去追 哎呀你小子别毒吞啊 谁知道这小子跑的时候 哎呀你们追我啊 你们追我 啪 就往地下一倒 然后就开始抽筋 然后就开始吐蜡 被蜈蚣咬了 蜈蚣可是有剧毒的呀 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小伙伴们 有好的东西 千万不要独吞 要分享哦 除了这个抓蜈蚣之外呢 还有很多好玩的 你比如说游泳 我们在城里都到游泳馆 游泳池里去游泳 全部都是漂白剂的味道 可难闻了 农村不一样 看到一堂清澈的很 啪就往里一跳 就游 哦 那个堂里面都有淤泥 才要举一种 非常非常丰满的感觉 特别好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农村的时候 每天就和我几个小伙伴就下堂游泳 有一次我们在里头就比憋气 说我们看谁比憋的气藏 哪个藏哪个就有本事 行了跟你们比 三二一 就憋下去了 当时我憋了好长时间 得有一个多小时吧 我估计 不计 那就泡了 就浮上来了 大概有一分多钟 我憋 我心想这差不多了吧 我肯定赢定了 一下浮出水面 一看 我的小伙伴们都不见了 再一看 我的衣服也不见了 这几个小子忍我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小吧 对吧 所以一般下河游泳都是从里到外 从外套到内裤就全部脱掉 然后下去 有个码 然后我都没了 都没了 那我怎么回家呢 你难不倒我 别想折腾我 我聪明 农村到处都是什么 都是叶子 那堂里有荷叶 我这两遍荷叶 我前面一片 我后面一片 我很原生态的我就跑回家了 这是 难得倒我 叶子多的是 你别算 叶子 这个挡不住 虽然玩这儿很开心 但是我必须要讲 城里的人到农村来生活 生活上确实会有一点点小小的不方便 别的不说 就拿上厕所来说吧 不习惯 农村的厕所主要是盖在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 猪圈旁边 第二个地方 田野中间 为什么盖在猪圈旁边呢 那是因为臭气相投 猪也臭 厕所也臭 就无所谓了 为什么盖在田野中间呢 那是因为方便灌盖农田 是非吗 对不对 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 我到农村去 然后内急了 肚子有点不舒服 然后就去想上厕所 结果呢 我们家的亲戚说 就在那边 那个田野中间 那个小茅房 你去吧 然后就去了 农村里不叫厕所 它叫茅房 或者南京话叫茅寺 走进去一看 我傻眼了 一个茅草大的小棚子 里面没有车水马桶 里面在地上买了个大缸 好大好大 然后我就得上啊 钢我也得上啊 对不对 我就上了 就歪了这 我得找个位置 刚好 对吧 我就试探一下 往后再移一移 感觉还有空间 我再往后移一移 还有空间 我再往后移一移 噗通 掉进去了 当时一下就慢到我的胸腿 我当时沉默了三秒钟 我才喊出来 爸爸 爸爸 来救我啊 知道我的三秒钟 在想什么吗 我在想 我洋运一世英明 不能死在茅寺里面 我难道他要淹死在这个地方吗 我就拼命的喊 爸爸 爸爸 救我 给他保室里面救 我爸当时过来一看 我这怪怪没命了啊 你喊什么爸爸 你自己不在爸爸里面吗 赶紧摟 然后就把手上包的这个塑料袋 又是麻袋 然后抓了很多很多的卫生纸 然后抓住我的手 一下就把我拎上来 爽两下 然后放到地上 到我们家那个后院里面去冲啊 皮管子冲啊 肥皂涂啊 真正洗了两块肥皂 我身上三十年了 还有味呢 哎呀 在经历了几年 美好的农村时光之后 后来我长大了 我上学了 我上学就没有太多机会去农村了 我就可气了 直到我上中学的时候啊 有一次我们学校组织到农村去 帮助农民干活 哎呀 我总算逮到机会了吧 哎呀 我就跑到农村去 带着我的同学们啊 我说这就是我的地盘 这就我跟你讲 这些东西我都懂 你别看哎 那边有一堆杂草 走同学们 我们去帮农民伯伯除草去 这是农民伯伯最偷恨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拔的那一堆草 就拔 拔呀 要拔不动啊 我说加把劲 一二三拔 啪鸡一拔 拔出来个大萝卜 好大一个啊 就在这个时候就看原处有个农民伯伯扛了个耙子就过来追我们了 你们这些小老子啊 我的萝卜中了半年了都没拔出来啊你干嘛 就过来要拍我们 我说农民伯伯你不对啊 对吧 这个这萝卜 我表达是长这个样子的 萝卜不都是都是红的吗 小的吗 然后半凉才吃的吗 那个是洋花萝卜 你这是个南京大萝卜你 哎呀 今天说了不少跟农村有关的乐趣啊 当然了 农村的乐趣哪指这一些啊 一天是说不完的 也看太阳要下山了 那边好像炖好了这个放养的老母鸡汤 然后我要过去喝了 明天咱们接着聊 拜拜 好的广告继续 欢迎各位回到全家脱口校 刚刚说到农村了 有去过农村吗 我还真去过 那会儿我原来说 我父亲的老家在河北的山沟里 他是从山沟里到北京 然后后来到了北京 然后他就老想着说 别人带着我们回去 其实咱们老家好的很啊 就带着我回去 然后呢 我记得现在印象特别深的有一次啊 就是农村人会在过年之前杀猪你知道吧 对对对 从从小到大 我吃过最好吃的一次猪肉 就是那次我叔叔 在这个杀猪的时候 把我和他的几个闺女一块 就我那几个妹妹一块叫过去 吃一个好大的一个锅 然后弄那个柴火烧 然后把那排骨拿出去 撕开了在里面 已经煮得很烂了 然后蘸着酱油吃 哎呀我的天哪 好香啊 太好吃了 好吃 原汁原味啊 原汁原味 而且那个就是因为那个不是垃圾猪来的 他也不是对 他不是对 他就是直接喂的那种 就正常的食料喂出来的 所以有空到农村去走一走 看一看啊 吃一吃什么黑猪肉啊 黑鱼肉啊 对吧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段乐作剧 开心一下 今天我们乐作剧发生在一个庄严肃木的古董鉴赏会上 他邀请来了 李仪小姐将负责展示这一件价值连城的西式珍宝 然而在他将花瓶摆上桌子的一刹那 同时就触动了我们桌底的机关 天哪 五六百万的西式珍宝 就这样因你而碎 你能hold得住吗 各位来宾 各位记者 大家好 湖南省长沙市古董鉴赏 记者招待会 现在正式接幕 现在是记者拍照时间 为了大家能够看得清楚 请我们的李仪小姐 托起这件真品 展示给大家 供记者拍照 大家看到这件瓷器胎质 洁白细腻 胎体呢 秀美轻薄 它的估价是 五百五十万元 五百万的花瓶就这么应声而碎 惊魂未定的李小姐 随即被工作人员带入密室 商量赔偿事宜 五百万 这如何赔得起呀 谁找的这人呢这是 这件真品是现在 居现在 六七百年前啊 不可复制啊 干嘛呀 我怎么跟我朋友交代了 这件事情 你听到完了没 听到完了没 六七百年前的 不可复制啊 五百万 你现在就是拿五百万在这里 都不可复制的 对不起 我现在知道 这不是对不起没用啊 要车是这样我根本就不会来 我们要车是这样我们也不会请你来啊 那你爸的话你爸一世纪能拍五百万吗 那你爸的话你爸一世纪能拍五百万吗 那我打死我第一次都做一世纪 找了一世纪能拍五百万吗 找了一世纪就不会来了 我们要找这你这样的话 你就是不要钱来我们也不会请啊 对不起 对不起我啥用啊 你赶紧想办法 我们是请你来做礼仪的嘞 不是来请你来喝碎的嘞 打了西衣碎的 我又不想啊 你这样子好吧 打电话都没有你这样子 媒体朋友现在都在外面 你这样出去给他们有个交代好吧 来来来来 你这样子你先跟我出来 给他们有个交代 面对台下的一众计讹 无辜的李小姐将会如何应对呢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会想办法赔 我会让家里想办法赔 因为我是第一次 我是太晚了 才放下这个 我没想到真的对不起 你这样子给自己抱起来 知道 不管我 我打了 我打了 真的别怪我说 对是我打了 打你把骨子上咋了 他是不是说你拍 你咋的好啊 这都你家亲戚吗 那不可能啊 咋还不咋呢 你这样子好吧 我不管这些是不是你朋友 你先跟我签一个铁三张好吧 你说咧 你回个话 跟我签一个铁三张 别拍OC 赶紧把这钱都没有签好 双手捧着你荣誉的奖牌 一个终身的遗憾变成了你一个终身的荣誉 是不是 你当初是打个招 我现在怎么办 扶了 你小孩好吗 没可以扶了 不是忍住了 我在想我该怎么办 怎么肥 这件真品的市值估价是六百万 各位没准备我不要拍照 不好意思啊 各位没准备我不要拍照 请各位不要拍好吗 谢谢谢谢不要拍了 我们在现场 这是我跟这价值的一张 没事啊什么事啊 就这样 哎 你们都知道要见你们 我面前来怎么会这儿见你们 你真是 我不容易 我一看你啊 你是不是个二代啊 我不是 你看你手上带着这个东西 你看你手上带着玉珠 这肯定是 这肯定是 明朝日清朝日的吧 我真的真的值是八块钱 你 一千 一千八百万 八块钱 我跟你说 你手上带着这个玉珠啊 这肯定我跟你说 这不下千百万拿不下来啊 我真的给你 谁也送给你 你手上可以不 当然啊 你要是不同意的话 你可以拒绝 拿你这个手上的这个玉珠子 换那个瓶子可以不 可以 但是我们 我们绝对不会再 再补钱给你了 你看可以不 可以 哇 这个玉珠子下得了低啊 用八块钱的手环 来赔偿价值几百万的花瓶 面对一众媒体 我们的李仪小姐 能将如此荒唐的事情 说个清楚吗 谢谢媒体朋友 真的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是故意 打破这个花瓶的 然后我这个 是我清朝祖传下来的 明朝祖传下来的 清朝是明朝 我后面还要告诉你 是清朝明朝 明朝 因为我自己现在比较气动 我觉得我自己做错了很多事情 真的不好意思 然后皇宫你们祖传下来 奶奶给我的一千多万 所以我能把这个东西当做赔偿 赔偿这个花瓶吗 我不最有意义 你这个这样子千百万 我们那个瓶子才六百万 你不会让我 还把你四百万吧 不会的你放心吧 我真的今天真的非常道歉 你真的非常道歉 目前是拿不出来的 或许是我今天有点失误还是怎么回事 真的非常抱不歉 随手赚四百万 来啊 签一个吧 是什么 那作剧好演员 你博新闻呐 明白吗 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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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我刚才以后真的打了六百万 我觉得我自己 如果爸爸妈妈吃了 他肯定会打死我的 大家等一下啊 不着急 这件真品的市值估价是六百万 放好了吗 放好了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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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放 放好了 不不不请 媒体网友稍后 请对不起啊 请大家先不要拍好吗 谢谢 谢谢 来 给你办一个奖 然后这个奖牌呢 你练给我们在座朋友听好吗 嗯 好 乐作剧 你好演员 这个好演员是指谁 是我 还是你 是你 啊 哈哈哈 呃 各位不好意思啊 请不要拍到 各位不好意思啊 各位媒体朋友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对不起对不起啊 现场我们出现的一些状况 不好意思 请请不要拍好吗 请不要拍好吗 谢谢 谢谢合作 哎 哎 可能会起死了呗 我叫你独乳奶奶好吧 我也知道啊 哎 媒体同志请请 稍后请不要拍好吧 请不要拍 你跟我说话 你 你没有见 没有见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那你说怎么办 那这样好吧 那你这样好吧 我们现在这么多媒体朋友 都是外面 你出去给他们有个交代 好吧 你出去给他们交代一下 看你怎么说 哈哈哈哈 这样的事情 你说一下 好吧 你看我现场 这个事情是 这么发生的 你 你去打个冰场 来来来来 你出去 你说了还是要赔钱呢 我不去 你说 你不说都没有赔 你都要出去除外 你面对我们今天 请来这么多电视来记者 怎么办 不谈钱 那怎么办 要是这样好吧 我们现在先不谈钱的事情 怎么赔 我们稍后 事后 我们再说 我们现在先出去 面对媒体朋友 你安抚一下大家 好吧 哈哈哈 这是有经济局没人了 对啊 对啊 其实我刚才也跟这位 他说了 他不让我说什么 他就说我打货就是我的错 我就想着说赔就赔 你把这个东西收好了 让我们鉴定一下 这值不是五百万 值的话我就赔 值的话你赔五百万 对 不是要看国家吗 鉴定证书吗 是不是国宝记者的东西 你要看鉴定证书吗 那真带你美丽的慧眼 最辛苦了 谢谢大家 感谢各位 被这么大力气 秀了这么长时间 我们的节目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 可以再提醒大家 从11月3号开始 我们全家脱口笑的播出时间 将改为周日到周四的晚上 9点钟到10点钟 没错 微笑还是火快乐 正能量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晚上的 全家脱口笑 我们明天 再见